中南海恩仇录 经夫子住 第44节 我的家人哪里去了 1967年9月上旬某日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 在中共中央刘少奇项目审查小组成交的一份 关于刘少奇及家属子女处置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同意 报主席林副主席批准 同一天 林彪副主席亦在请示报告上指示 承报主席执行 几天后 毛泽东已签笔在请示报告的主席二字上画了一个圈 表示知道了 中共中央刘少奇项目审查小组的直接领导者为周恩来总理 此次请示报告的主要内容为三部分 一 根据中央指示原则 继续使用封泽园福禄居前院 单独隔离审查刘少奇 二 鉴于有新的材料揭发王光美具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身份 王光美交由公安部逮捕 另案审查 三 遣散刘少奇 王光美弟子女们出中南海 分别情况予以安排 9月13日上午10时 中央办公厅一位负责人带领几名军人 来到福禄居中院 通知刘少奇王光美第四名在家的子女 立即收拾行李 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 孩子们倒是心里有所准备 迟早会把他们赶出中南海的 但仍提出要求 允许他们在假日回家 中央办公厅负责人铁青着简说 不行 你们给刘少奇 王光美通过封 报过信 必须好好检查罪行 孩子们可怜巴巴的要求 最后看一眼爸爸妈妈 也被言辞拒绝 四名孩子中 平平 圆圆 平平都是中学生了 苦难的岁月 使他们情志上早熟 在收拾各自的行李时 暗中商量 无论如何也要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这样就能再见到爸爸或妈妈一面了 于是他们一会说要找衣服 一会说要找书 慢慢悠悠 来回磨蹭 尽量拖延时间 但他们的这点小伎俩 很快就被经验丰富的中办负责人识破了 几名军人把他们的行包扔进大门外停着的一辆卡车 在喝令他们也上了车 禁绝了他们跟自己的父母见上最后一面 9月上2日下午 刘少奇和王光美帝最小的女儿 只有6岁的萧萧 连同保姆阿姨一起被赶出了中南海 萧萧是被人连哄带虎弄定的 她年纪太小了 不知道这一去就是跟自己的亲生父母生离死别了 9月上2日晚上 中央办公厅属下的中南海警卫局的几名军人 来到福禄居后院 向王光美出示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的逮捕证 之后让王光美本人签字认捕 再给考上手铐 押走投入位于北京近郊昌平县山区的公安部高级政治犯监狱 秦城 这样十多年来一直被中职机关评选为中南海的模范之家 五好家庭刘少奇一家正式解体 夫球期间子女四散 刘少奇共有子女九名 长子刘允斌生于1925年 新中国第一代原子能专家1967年12月被北京原子能研究所革命群众殴打断气后扔在铁轨上碾碎 年仅42岁 比其父刘少奇还早死两年 长女刘爱琴生于1927年 俄语教授 门阁中亦曾被关入牛棚 惨遭迫害 次子刘允若生于1929年 航天专家 1967年1月被江青下令逮捕 监禁八年 1977年并死 次女刘涛文革前考入清华大学 文革中曾造过刘少奇王光美帝反 后却因企图伦岳国境被关进秦城监狱二年 第三子刘允真 文革初期曾跟随姐姐刘涛造过刘少奇王光美帝反 以上五名子女系刘少奇与第一任妻子何宝珍及第三任妻子王前所生 刘平平为刘少奇与王光美所生排行第六 1969年他不到20岁被投入监狱单独监禁 后被下放农牢自修英语十载成才 1980年后赴美留学或博士学位回国工作 刘源为王光美所生在刘少奇子女中排行第七 1967年9月逐出中南海后被捕 出狱四处流浪 后下河南农村插队劳动八年 不忘奋发自学 1978年考上大学 毕业后回到河南农村 从公社副主任副县长 县长郑州市副市长一路做起 直到1988年因证生政绩被高票 当选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刘婷婷为王光美所生排行第八 六七年被逐出中南海时才十四岁 默默在一家工厂做工九年 自学英文成才 1981年考入美国波士顿大学 或商科硕士学位 在转入哈佛大学商学院深造 毕业后留美国纽约经商 刘潇潇为刘少奇王光美最小的女儿 六岁那年被逐出中南海家中后 由保姆领养 在社会上受尽歧视凌辱 文革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 后又全凭自己的才智考取公费赴西德留学 并定居德国 再回到1968年9月13日 回到刘少奇被单独隔离囚禁的中南海 丰泽园福禄居前院 由于中院的所有门窗早被大自爆 大标于里外胡死 刘少奇并不知道住在中院的子女已被赶走 被隔离在后院的夫人王光美 亦已被捕投入秦城监狱 福禄居最终并没有给这位贵位国家主席的一家人带来任何福禄 中院 后院 已经人去防空 他仍然每天勾斌着身子 手扶着走廊的窗帘 拖着被中南海造反对打伤的腿 一步一步地蹭着 袭击着能从大自爆 大标语的细缝中 看到自己的孩子们的身影 又瘸着腿 装出看大自爆的样子 避过堪压他的警卫战士的目光 蹭到那前院与后院之间的墙根下 想听到墙那边夫人王光美帝动静 人是见不着了 他只是渴望听到夫人的咳嗽声 走动声哪怕是一声沉重的叹息 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听到 都睡着了 中院和后院怎么一点动静 声息都没有 前两天还可以听到士兵严厉的喝斥声 现在连士兵的噎嗽声都没有了 一个可怕的阴影席上刘少奇的心头 但他不愿意相信 他依然每天坚持着 不顾全身的伤痛 艰难万分地蹭到那墙根去 宁神静听 依然一片死寂 一片死寂 人哪 光美哪 平平 圆圆 挺挺你们哪里去了 小小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 我见不到你们 让我听到你们的一点声息 都不成 毛润之 润之兄 润之 你把我的老婆儿女弄到哪里去了 我早求告过你了 去年1月13日深夜 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 你最后一次单独召见我 我就求告过你 刘少奇一人犯错一人当 怎么处置我都可以 只求不要诸莲无辜 不要伤及我的老婆子女 你当时说的多好听 你总是当面说的好 会议上说的好 现在才明白 你总是对我玩猫戏耗子游戏 你一个党主席 三军统帅 伟大领袖 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连这点子胸襟都没有 连我的老婆孩子都不肯放过 连6岁的小小都不肯放过 我与你共事几十年 我知道没有你的指示 谁也不会赶走我的妻儿子女 谁也不会抓走我的妻儿子女 刘少奇痛苦万壮 精神却尚未最后崩溃 他没有大喊大叫 只在心灵里做剧烈的呼嚎 挣扎 他问过堪压他的士兵 士兵们都像木头 一个个沉下脸 埋下眼睛不理他 不回答 他知道士兵们有纪律 不敢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士兵们也是些可怜蛋 一些拿枪的驯服工具 党的驯服工具 做党的驯服工具 这句口号 还是他1958年代表党中央 毛主席号令民主党派 知识分子向党交心时提出来的 也如他发明的毛泽东思想一样 又报应到了自己身上 现在看来 革命是有报应的 即人家的命 被人家革命 打倒别人 被别人打倒 毛润之为什么就没有被人打倒 老是他一个一个的打倒别人 收拾别人 不 毛润之早在井岗山上就被人打倒过了 他消灭AB团 滥杀无辜 激起了富田事变 差点被划遍的红军官兵收拾了他的小命 那次是谁保了他 正是那个代表上海党中央前来江西苏区整肃他的周恩来 还有朱德 彭德怀 张文天 伯谷 陈毅 周恩来真是只装神弄鬼 上下讨好 修炼到家的老狐狸 我的妻儿子女哪里去了 如同面对无边的黑暗 空芒大地 没有人回答中南海囚徒刘少奇的提问 一天晚上答案终于出现了 中共中央办公厅从机关事务局房屋修建队调来能攻巧匠 在士兵的看守下打开工服路居前院通向后院的那道被封死多时的墙门 一辆辆手推车将一块块大青砖运到了前院里 就在刘少奇的书房间卫室的走廊窗下快速施工气墙 气一堵新的铁灰色高墙 刘少奇刘少奇则被勒令在自己的卧室里睡觉 不准起来观看中央办公厅和中央项目组正在创造的奇迹 刘少奇更不知道那些大青砖还是他夫人王光美 前些时候每天顶着烈日以被搂一筐一筐背进后院来 县正被用来砌成高墙囚禁他 在中国南方树省在文革风火狂阔的广西 湖南贵州等地贫下中农纷纷成立最高法庭 勒令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自己挖坑活埋自己 单是广西一个省区就活埋了二十几万 在红色首都北京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机关重地的中南海里 总算较为斯文歇 只是逼令国家主席的夫人背来砖头 以砌成高墙囚禁国家主席